现在我来介绍一个经济学上面应用的问题 这个跟极限有关系 跟我们的固定成本也有关系 我们来看看一个题目 有一个家的公司的话呢 生产的是日用品 它开发模具是5000元 那么这个花费我们称为固定的成本 因为我们是后面再继续生产的话呢 模具费并不会增加 成本的部分只会是每一件 这是跟我们的件数有关系 那么假设是生产了X件的话呢 平均成本是多少 那么我们先看看成本 成本的话呢 有模具费5000元 那么生产一件的成本 这是原料的费用 这是不是固定的 这跟我们的X这数字有关系 生产的多少多寡有关 那么成本的部分就是 10倍的X 那么平均成本呢 我们就应该非常的清楚了 总共我们生产了几件 X件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X 这是5000加上10X 那么这个题目就是成本的观念 加上模具还有原料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题目是 是模具5000元 每生产一件成本的话呢 是10元 生产500件 那平均成本 我们知道生产了X件的平均成本是 X分之5000元 再加上10X 那么现在是当X是多少呢 是500的时候 我们的平均成本 来 我们的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的话呢 我们是等于多少呢 底下是500 上面是5000 加上500乘上10 也是5000 这就等于10加10 20元 所以我们如果说 开了这个模具 我们生产了500件的话 那么我们平均每一个成本 要20块钱 其实这里面20元里面 其中10元是原料部分 另外一个是平均要摊提的 模具的花费 每一个这个产品的话呢 都要负担模具费10块钱 再往下看 这个题目是模具一样的 平均成本 我们这个地方是 生产X件 模具费5000元 一个成本要10 10块钱 那么这个题目是 生产的话呢 非常的量大了 它生产的比较大了 是5000件 那么我们会发现 平均成本会如何呢 这样子的话呢 分母就变大了 它有5000个产品来 平均摊提 我们的模具费 乘上5000 我们发现前面的话呢 只要1块钱 后面的话呢 是10块钱 所以我们的平均成本 每一个11块钱就可以了 这个跟前面的题目 有点不一样 前面的题目的话呢 因为你生产的少 所以摊提的 模具花费就会比较大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假设有一家的公司的话呢 这个题目是 模具一样 但是 每一件的原料成本的话呢 10元 生产无限多 那么 我们来看 平均的 成本 我们以知识 假设X键的话 它的模具费5000 原料费10块钱 那么 当X区键多少呢 无限大 来我们看看这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很简单 这个题目 当X区键无限大的时候 这就等于10了 我们就几乎可以忽略掉 模具的成本了 所以 这个题目的话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说 如果生产的量越大 那 它的模具的开发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省略 也就是说 如果说是小公司 它的 花了 一样的模具成本 它生产的很少的话呢 它必须要 卖比较高的价钱 所以就缺乏竞争力 OK